三角形做輸出 那這個三角形從第一個 再到13個 這樣就一個叫直角三角形 然後底下的話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到三角形 13個變一個 然後呢再做出什麼呢 變化就是再 把直角三角形前面再加空白 那也就是說 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這個地方一個星號的話 前面就變成說有12個空白 到最後一個是沒有空白所以是變成 12到0 所以也就是說啦你要在 回圈裡面前面 補上幾個空白的意思 才有辦法做出這樣子 再該怎麼做 另外的話呢底下一樣 把它顛倒過來最後的話 再把它做出一個什麼 等腰三角形 OK甚至還可以畫一個 耶誕樹都沒問題 比如說之前有同學 就做完之後就開始在那邊畫 把它輸出 然後真的就畫出一顆 耶誕樹出來 OK 只是說沒關係 慢慢來 當然每個人的程度不一樣 你就按照自己的 這個進度慢慢 但前提就是一定要完全了解 我記得這一題好像也有考到的 OK 類似的題目 所以第一個我們按照那個順序來講 第一個的話比較簡單 1顆星到13顆星 所以呢程式要該怎麼寫 其實一樣嘛 幾顆星到幾顆星的話 那我們這邊可以做 for i in range 做什麼呢 1到13嘛 所以到14停下來 有沒有 就1到14 range 這個剛剛有講過了 所以我就不重達了 再來的話呢我們要 print printer 所以這邊的話呢 輸出 後面的話特別注意喔 幾顆星喔 它蠻特殊的喔 就是說如果今天呢 我要輸出幾顆星喔 在python有一個蠻不錯的方法 就是說呢 假如說我要輸出一顆星的話 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一個字串喔 當然一個文字喔 以前不能用成的 但是喔 在python裡面喔 它可以加一個成號 比如說我要輸出一個文字 叫星號 後面用成的 成的意思就是repeats的意思 重複幾次的意思 所以後面如果我假設 print1的話 那它就是輸出一顆星 如果是2的話呢 輸出兩顆星 意思類推喔 這種寫法喔 蠻特殊的喔 這是python裡面才可以的喔 你不要用別的地方 用這個方法就不ok了 python裡面可以這樣用 就是一個文字 用成的 不過你會想說成的 不是只有數字才能成嗎 如果你看到文字 成表示說它重複幾次的意思 那在那個esl裡面 也不要repeats的函數 有點像那個repeats的意思 重複幾次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把它改成一個i的話 那它就是什麼 第一次先輸出一顆星 然後print本身會換 所以enter 然後在i等於2的時候 print兩顆星 一直輸出到13顆星 所以你會發現喔 其實剛剛的直角三角形 就是這樣輸出的 直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一顆星到13顆星 就13顆 诶 哇 未免太簡單了吧 不過這是python裡面可以這樣寫 其他語言不見得可以這樣寫 如果其他語言的話 我寫得很麻煩的 ok 好 再來的話我要顛倒過來 13顆星到1顆星 13顆 先輸出13 再到1 13到1 13到1怎麼辦 跟各位講喔 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在range 在這邊下一點 剛剛是1到14對不對 現在是13到 這邊就把它改成多少 到 對 到0喔 但是特別注意後面請你再度點 預設是1嘛 所以如果是13 預設是1的話變14 但我們要越來越少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要在這邊度點加一個多少 對 負1 這個一定要有概念喔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要讓他顛倒跑 但是都會忘記負1 這個地方尤其重要 ok 因為少了這個負1 他就不顛倒跑了 他就跑13 就離開了 ok 他就不會 他預設是越來越多啦 可是你這邊已經給他一個0 那表示說他就停下來 他就不跑了 ok 那記得 一定要這邊加一個step 一定要負1喔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13到0 0停下來的話 就不跑 所以跑到1為止 13到1停下來 然後執行給各位看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就顛倒了 有沒有 13到1 ok 那接下來的話 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呢 我再把它恢復好了 我們再用正的 我們下一道題的話 恢復的話就是1到14 ok 就變直的 那如果說呢 這個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前面加空白 就底下這個 這個地方 在第10頁的地方 第10頁這邊 前面加空白 那空白的話 變成說要幾個空白 加在前面 那它有一定的規則 對不對 第一次的話是12 第二次的話呢 是11 那最後一個是0 所以12到0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難不成它做一個變數嗎 當然你也可以啊 如果實在是沒有辦法產生 用其他方法 那就加一個可能追之類的吧 但是喔 如果有別的方法的話 那我們比如說我們應該放哪裡 這裡 在應該在信號輸出之前 我們先輸出 所以喔 在第二行的地方 增加一個print 那print什麼呢 print就是空白 空白怎麼print呢 很簡單 在這個雙領號裡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空白就好了 當然呢 在Python裡面有一個 另外的敘述方法 我們要選一個比較簡單的空白 那後面乘上幾次 那這個次數的話 其實喔 可以跟一個規則 可以拿來 比如說我今天總total好了 總total一定是13 對不對 然後呢 它如果一顆心的話 那就是指的是i 的那個 這個數字嘛 那我可以怎麼 把13減掉i不就好了 有沒有 13減i的話 那當i預設等於1的話 那不就等於12嗎 當它等於2的話 那不是11 當它等於13的話不就0 欸 那不就完全match我們要的邏輯了嗎 OK 所以喔 這個想一下 轉個彎 有時候這也蠻常遇到的 就是兩個剛好加總的結果 剛好是13 那我就拿13來減不就好了 OK 所以喔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加一個 13 減掉i 但是因為要先處理這個減的動作 所以在外面加一個瓜糊 否則它會先處理這乘的動作 一樣嘛 一定是先乘除或加減 那如果你要先做後面的加減 你一定要把它刮扶起來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了 但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它變成說這個本身print 它會多一個換行 所以變成空白 然後換行信號寶下面 就有點像這樣 一定會亂掉了 有沒有 變這樣 就是它有空白了 可是問題空白之後呢 它把信號落在下面 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在這邊加一個豆點 加end 什麼 等於空的 有沒有 意思是說 這個print本身不要換行喔 不然你一換行 我就變成跑到下面去了 不OK 你幫我接在這個後面了 OK 把它執行一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就變成什麼 就會是前面是空白 剛好是十二個空白 然後配合一個信號 所以變成本來是 左邊的直角三角 裡面以右邊的直角三角形 OK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那反向我就不敘述了 反向就剛剛講的 那最後的話可以想想看 最難的 直角 這個嗎 把這個旁邊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這邊的東西有沒有 過來 那就變成等腰 等 等腰三角形的吧 對不對 兩邊一樣喔 所以要怎麼把另外一邊給變過來 想想看啊 其實說真的這還蠻花時間的 而且不只一種解法喔 它可能解法很多種 那你可以 自己想想看哪個方法最簡單 反正呢 你想出來的就是你的東西啦 以後的話 即便考試啊 因為你曾經思考過也想過啦 你會發現你很直覺 就把這個東西寫出來 OK 先試試看 所以剛剛的話 總共會有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第一個就是 我們假如不加空白的話 不加空白一種 就是直接是直角 1到13 然後一個是有加空白的 變成右邊的直角三角形 另外的話可以把它反過來 反過來記得 13豆點0 然後豆點一定要加一個-1 OK 那你就可以讓它反過來放 那如果這個做完之後 再思考看看 可以再把那個等腰 另外一邊也給畫出來 這個應該怎麼做 那最好其實 有時候就是直覺的 像我做這個就是按照直覺 我不會看到 左邊又要再一個 那不就把它乘以2 那不就OK 另外一邊又有了 對不對 那在哪邊乘以2比較剛好 這個就思考一下 其實我想了好幾種方法 最後取最簡單那個方法 試試看 然後 所以剛剛的這個答案 其實雲端上也有 而且不 其實不複雜 所以 這個空白的話 在第11頁 然後 沒有空白的 正向輸出的話 其實你們看精簡的寫法就好 本來其實原來寫法 應該是上面這個寫法 第一次 就是 這邊 是 有時候 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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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